祝你生日快乐 我都要出国了 你还送我车子啊 我想要在你去美国之前 享受让你在的感觉啊 很漂亮耶 我说你妈的想法也是很特别啊 那这样到底是怎么追到你的 就到我自己都想不起来了 你会后悔吗 有你怎么会后悔呢 没有啦 只是想说她都不回家 奶奶又给你这么大的压力 你很不开心耶 所以你是我的希望啊 只要为你的未来好 怎么样我都可以忍 所以你自己要努力哦 谢谢 祝你生日快乐 我都要出国了 你还送我车子啊 我想要在你去美国之前 享受让你在的感觉啊 来 拍张照片给奶奶 一 二 好了 可以许悦吹蜡烛了 很漂亮耶 我说你妈的想法也是很特别啊 都已经要到美国念书 还给你买一台新车啊 你啊从小就不让我跟你妈操心 到了美国之后也要一样啊 美国好玩吗 美国 等到你有了朋友跟同学之后 应该每天都有参加不完的派对吧 那还是我可以就在那边结婚 不要回来了 真的不想结伴啊 没有啦 以后我要叫你一声范董事长 叫我范董就好了 你最近是不是有新的交往对象 我看你跟那个庄先生的女儿 很谈得来 很有话聊 好 就邻居而已啦 有交往对象也不是什么坏事啊 而且话又不会乱说 真的没有 你最近跟邻居关系不是也不错吗 我的意思是 你最近不是在帮邻居做很多事情 很热心 这话不要跟你妈说 免得要胡思乱想 放心啦 做自己就好了 验智 你过来看一下 我觉得这区域不错耶 以后我们验智是要跟国际接轨的 来看一下你要住的地方 怎么样 只有这个地方吗 还有一区Brandford 不过那地方条件就没有那么好 条件没那么好的定义是什么 什么意思 验智啊 出国不只是为了读书 人脉也很重要 那你决定就好 好 那黄恩生 那再给我一些需要的资料 对了 那因为他们那边比较谨慎一点 可能会先需要那个录取证明 那好让我去预约房子 没有问题 验智需要录取证明 不就租房子而已 要怎么录取证明 还是因为我是黄冲人 没关系 那我先回去沟通沟通 那我就多留一份资料给公子参考 你今天到底怎么了 心情不好 怎么了 你为什么要把安琪阿姨赶出去 我是为了社区好没有办法 那现在整个社区这样 嘲嘲闹闹的有比较好吗 妈 我只是希望你不要为了奶奶 要你选择为类事情 把大家弄得这么不开心 你很不开心不是吗 不是 你今天穿了这什么衣服啊 你是不是跟韩晨敏和女儿相处久了 你整个人都变了 你穿衣服跟她一模一样 意境也一堆 你少跟她来往行不行